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的一个陪审员他们已经确定川普是有罪的 所以让人们就是让大家开心吧 就是大家鼓掌开心吧 是这么一段话 那这段话很可怕 对不对 大家鼓掌开心 这就是陪审员有着明确的偏颇倾向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陪审员泄密 那第三个 如果陪审员泄密 整个这个案子就是被废掉 所以他叫误审 或者叫审判无效 所以这就是川普用这个词 叫审判无效 那这个这个case就应该完全就被废掉 就给取消了 那这是一种命运的所致 那这件事情其实查起来应该很容易 我们并不清楚法官为什么这么干 法官这么干的一个很大理由 应该法官知道 就是法官自己在脱身了 给我感触有点这种感触 他他如果因为这个他自己法官自己说 这个帖子在facebook上待了六天 如果待了六天的话 今天是八号 待了六天的话 他应该到了六号或者五号 因为应该到五号 因为审判川普的时间是五月三十号 帖子出来的是二十九号 那他说待了六天 法官说待了六天 那是六月五号 而这个消息出来的时间是六月七号 那么这法官有肯定他们在干什么了 中间就曝光跟这个 他知道这个帖子的时间 和帖子在网页上待的时间 中间出现两天时间差 法官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 起码他预感到发生了什么 这个时候的法官变成了脱身 很可能这个案子真的是审判无效 但这个案子审判无效 转过来他真正的实际作用 就真正的把川普扣在了法庭上 按照正常法律程序 扣在了法庭上 待了五个礼拜六个礼拜七个礼拜 对不对 就是作为被川普称为的选举干预的这件事情 他做成了 那放掉川普 以这种审判无效的方式 那他没有去激怒美国人民 没有 那这样放掉川普 让川普回归到正常 这个案子全都不存在了 这个案子全都不存在 但案子的真正目的 选举干预达到了 但案子又不存在了 你还告过选举干预吗 那就不知道 不知道川普以后还告不告了 厉害啊 这真的是厉害 就是说 真要抓捕川普和判川普 这个有罪的话 已经判川普有罪了 后面就要法官去量刑了 法官一量刑 他判什么 都将成为人民的敌人 这是我个人的分析了 对不对 都将成为人民的敌人 因为 从宣布川普有罪 到现在一个星期 川普拿过来四个亿的捐助 还没这么挣钱 对不对 没有这么 没有 从来没有 这是真正的民间社会代表 在说法 所以这就 而法官如果真的判他 叫选举无罪的话 选举无罪 这个审判无罪 审判失误的话 那法官也变成了正义了 你还指责法官分配 你指责不了法官 对不对 那法官真的是遵照法律 而整个运作的程序 也是遵照法律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故事 挺完美的 真的 如果真的是以这个 以这个原因而结束 很多朋友还没有意识到 说这可能是假的 还等待证实 他要如果这么说 他真的整个审判过程 是一个政治技巧的话 他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 结束了这个事 这个事就变成了 从他的中心目的来讲 很完美 如果你让我说呢 我只能说 现在人太狡猾 太不好 非常不好 就是这种不好的原因 这种狡猾成功的方式 这种金蝉脱鞘的一切 这种在红尘中世俗的一切 完全都背离善良 这里头完全背离善良 他会把所有人 都尽可能向狡诈的方向来殉导 包括支持川普的朋友 也会认为 如果这件事情 按照当时 现在涛哥分析的话 他也很多人会崇拜这一份狡诈 那个是 这个背后的 按照川普说 背后的邪恶势力 是相当聪明 精力极其充沛 这是可以做到 因为这个帖子出来了 对吧 中间间隔这么长时间 如果从 而且法官已经空了两天 那FBI去找他 应该是很容易很容易的事情吧 不可能拖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吧 不可能中间空了这么多档吧 所以这是很令人感慨 我就跟大家分析是一种感慨 那当然在社交 在这个媒体上呢 有着不同的呼声了 这是 这是Newsweek的一篇内容 让美国在伟大呢 要求进行误判 这是没问题的 就是审判失误 误判或者叫审判失误 就这么个故事 他这篇内容就讲述了 在社交媒体当中 主要是在推特上 支持川普的人 如何希望这件事情 就是最终老一个结果 里面引述了双方的 那另外一方呢 就是 当然知道这件事情 出来是一种错误了 但是 他又采访了一些 曾经的检察官和退休的法官 那他们呢 很显然在被采访当中 表现出对川普不太 不喜欢川普的那一面 然后他们就希望呢 这个就这件事情 不会影响川普 不会影响最终的审判 但是呢 新闻报道是这样 是一种平衡报道 但给我感觉就是 大家都是满 满千 给我感觉是满牵强的 他的真正的概念 你要看这件事情的 事出的本因 他背后事出的本因 我自己愿意看到 就是川普很真诚的描绘 背后的势力太聪明 经历太 就太狡诈 经历太充沛 那以这样的方式 来达到目的 那让美国再伟大的人 他也意识不到 这是真正他的目的是 选举干预的话 而到最后结尾的时候 我又不跟你结仇 我不跟你结仇 不让整个势力的分化 这是一种方式 反过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你不得不说 美国国家的根基根根本 撼动不了 美国国家的根基根根本 它还存在着 那一份善良跟真实 也就是说 在恶的东西 在面对川普的一种 另外的一个概念当中 他走到一定点的时候 他不敢往下走了 如果他真的还是往下分裂的话 我们只是这么分析了 如果背后的黑暗势力 走到这儿上 放掉了 把这个案子废掉了 就代表正的力量 更加的强大 如果说 就还有残留 有机会 如果说 这个案子最终 说这个消息是假的 撼动不了 7月11号 对川普的判决 那就说明 美国的 美国被伤害的更加深刻 真是 很难 很难 就残留 残留好东西太少 因为这个 这是一个没有结果 但极其蹊跷的 这么个东西 太蹊跷 法官的做法 太蹊跷 最高法院的法官 讲述了在这个 纽约州 法院系统的 Facebook上 留下的评论 川普正在被定罪 感谢大家的辛勤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 很奇怪的东西 拿出的时间 跟这个背景 让人们去讨论 这就这件事情了 而这个法官 没有具体说明 是哪天发表 但心中说 他大概有一周 29号发表 所以我不知道 Newsweek 为什么不能说清楚 他在判决的前一天 讲得很明白 所以Newsweek是非常大的媒体 就有些含糊了 律师跟MSNBC的评论员 叫凯特 说提到说 他们在信中标出使用 等同的账号 那这个安德森的使用者 在个人的资料页面上 叫做专业什么什么什么 自成为专业什么什么海报 那他的评价就是 这个发推的人 可能是个假推 他意思就是 可能是一个假文章 就是实际内容是不存在 然后川普的粉丝呢 就说进行误判 犹他州的参议员 麦克里明确提到说 应该是 应该判证误判 误判这个事就完了 格林他个人说 从一开始 这就是个 就有解决办法 如果这是真的话 川普是无规的 从一开始就是无规的 一切都是虚假 来自于背后的黑手 川普的前律师 安利斯 他也蛮奇怪的这个人 他说 川普审判中的陪审员 可能在期间 违反了保密规定 这是他的基础 劳拉说 川普总统没有得到 公平审判的进一步证据 从这帖子本身 是都可以这么讲 查理科克 这是美国转折点的创办人 还没有被证明什么 但如果是真的话 陪审员这么干的话 陪审员不当行为 和误判的理由 是非常充分 就出现巨大转折 是 所以川普就明确讲 一个发表的声明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陶生依旧离不开您的 援手与资助 可以让陶哥的声音 永远伴随着您 请不吝点赞合订阴 现在非 roz意识스트를 并rak anten 吃责知道